一辈子很短 要勇敢做自己 是你的 不用争 不是你的 不必争 有些事 就算努力 也未必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与其纠结烦恼 不如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 尽心尽力 争得了一时 争不了一世 斤斤计较只会让自己果足不前 想太多 不如好好生活 努力提升自己 问题就会慢慢解决 人生之苦 苦在执着 人生之难 难在放下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想活得不累 就不能攀比心太重 上天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自然也不会后代每一个只知道享乐的人 争来争去的 真的太浪费时间 不如留着精力多读几本书 多精进自己的专业 那些很厉害的人 都曾经历过无人问津的时光 没有后机 哪来的薄发 倘若你拼尽了全力 依然没有获得你想要的成绩 那就不妨释怀 不妨看淡一切 毕竟 人活着 快乐很重要 放平心态 顺其自然 能将平淡生活过好也是最好的人生 对待事业要用平常心 对待感情也要用平常心 很多感情 不是你费力挽留就能留住的 强扭得瓜不甜 纠缠使人太累 缘分自有天注定 是你的 不用留 不是你的 也留不住 相处时珍惜彼此的缘分 缘尽了 不妨挥挥手说声再见 给彼此留一份体面 岁月不长 握不住的沙不如扬了它 做好自己 努力完善自己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你若精彩 天自安排 珍惜所有的不弃而遇 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 每个人的出现都有原因 每一段回忆都值得感激 人就活这么一辈子 要活得尽兴 活得幸福 既然带着肉身来到了这个世界 就好好感受生命的美好 吃好吃的 喝好喝的 把烦恼先抛到一边去 要相信老天的安排 要感激自己的奋力搏击 属于你的 一直都在 就看你是否努力抵达终点 去触碰属于你的幸福 不怨天 不怨命 但求山水来作证 往后余生 不负时光 不负韶华 学会坚强 为自己疗伤 当你的心开始变得冷漠 不再执着于喧闹的社交 当你眼神越发坚定 做事杀法果断 一心只想提升自己 那么 恭喜你 你已经重生了 你已经成熟了 你已经身披金甲 不争不抢 由内而外 散发出迷人的光芒 得到了不狂喜 失去了不失望 心中慢慢长出理智和清醒 你便会渐渐懂得 不争就是争 慢慢积蓄力量 等待自己爆发的那一刻 不理 不争 不解释 做好自己的事 就能无愧一辈子 为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曰 为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聪明人能在最恰当的时候 示弱隐强 做出暂时的退让 老子一向的主张是 退 守 弱 柔 保全了自己 于是才能立足不败之地 在这世界上 不争就不会树敌 而那些争强好胜的人 在老子看来都是缺乏任性的 所以他说 物壮则老 视为不道 不道早已 无独有偶 美国由他大学心理学家 蒂莫西 W 史密斯在不久前举办的 美国心理协会年会上 公布了一项新研究结果 太过争强好胜的人 很容易罹患心血管疾病 进而缩短寿命 事物越是争强好胜 越是刚强 就越是和大道背道而驰 就越容易被消耗 所以老子赞美柔弱水 水柔弱而取下 力万物而不争 但水却拥有强大的力量 所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张之洞说 平生有三不争 不与俗人争利 不与文人争名 不与无畏人争嫌弃 张之洞身材矮小 其貌不扬 经常有人奚落他 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期间 有位当地的画家 画了一幅三矮奇文图 嘲笑张之洞 这幅画流出后 张之洞的属下气愤难当 张之洞得之后 反而呵呵一笑 然后吩咐幕僚 把这幅画买下来 曾国藩说 是有三不斗 物与君子斗明 物与小人斗力 物与天地斗巧 纵观曾国藩一生 他不与同僚争功 不与同僚争名 更不争权 只懂得淡问耕耘 莫问收获 最终背后是尊奉为 道德学问 以及事工方面的楷模 不争 有时候是韬光养晦的策略 历史上 刘邦第一个攻破咸阳 却不自称王 刘邦与项羽争雄 在实力悬殊下 刘邦承认项羽霸主的地位 选择了臣服 让出了观中 却保住了性命 保住了实力 随后刘邦在分封的属地积极备战 等待时机 最终消灭了西楚霸王 建立了大汉四百年的基业 不争 更多的是一种境界 《道德经》中说 道生之 得序之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载 是为玄德 这就是玄德的境界 生养了万物而不具为己有 为万物尽了力而不是其能 助万物成长不载割它们 是你的不用争 不是你的不必争 老子说 知人的人有睿智 自知的人算是聪明 能胜人的 称得上是有力量 能自胜的人才算是强大 老子认为 与其去跟别人争强好胜 不如战胜自己 与其整天与别人争来争去 不如完善自己 桃里不严 下字成七 桃树从不自我标榜 但是树下的野地 也会自然地踏出一条路来 这是因为桃里 是实实在在地 开出了美丽的花 结出了香甜的果 在为人们默默地服务 所以用不住吹嘘 人们自会欢迎它们 所以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 不断完善自己 修养自己 该是你的 始终还会是你的 不必费尽心思去争 你是吉人 自有天相 你若盛开 风蝶自来 至于那些不属于你的 也不必去争 因为一切都在大道之中 从老子的道出发 万事万物都没有分别 万物从道那里生出来 死后又重新回归到那里去 人的一生 其实并不会真正得到什么 一切都是一种经验 等到撒手人寰的那一刻 名利 金钱 甚至学问 亲情 有什么能带走吗 连我们的身体 都不属于自己了 灵魂更不知去向何方 所以 人生在世 就要看开 想开 不要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执着于欲望的满足和争鸣逐利 如果我们能想到这一点 能够向死而生 你就会明白 老子所说的不争 绝不是空话 他提出的选得也不是空话 因为一切终将逝去 终将回归那永恒的大道 我们又争什么 倒不如怀着像水一样的精神 怀着历生的精神 不去管那些名利的浮云 而只充实地过好这一生 用心生活和工作 用心帮助别人 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